不會啊,我又沒那麼笨,我要賺錢了耶 我那我買可能5%、6%以上起跳的嘛,對不對 所以呢,你先要有這個觀念 好,那再來呢 跟大家講,如果今天你去買房子 一定是怎麼做,一定是 貸款 另外一部分是現金 對不對 所以通常來講,你的貸款金額會多少 一定是比現金多啦 80%一定是,現金假設你的房子是要多少 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你是要100萬美金好了 因為我們用美國的例子來舉 假設你是要100萬美金 你的現金呢,這個叫自備款 你的自備款的部分呢,可能會多少 假設好,你自備款只有20萬美金 也就是說,你的貸款部分會多少呢 會有80萬美金 好,假設你是一個美國民眾 你在2004年你要買房子 那因為各位你們也知道嘛 美國是什麼,儲蓄率很低的國家 甚至是付儲蓄率的 你是借錢來消費嘛 對不對,所以他買房子呢 他買電視機都要借錢了 甚至連購物都會借錢了 所以你想買房子一定借嘛 怎麼會不借 而且買房子因為時間久利率低嘛 所以這時候你可能去跟銀行簽什麼 大家都差不多啦 20年的借款合約 然後當時的利率水準 假設是4% 所以你的借款利率 可能是多少 好,假設5%好了 假設5% 事實上更高一點 沒有那麼低的 就假設5% 好,那現在呢 在美國 我們在台灣 你買房子要跟誰借錢 一般來講是銀行嘛 對不對 一般來講 銀行是占這個業務最大中 所以你會去找銀行借錢 可是事實上呢 各位 你們有時候像比如說 我剛剛下交流道的時候 發現那個 這邊的中港路 比以前繁榮多了 以前下交流道的時候 應該都還是裸地耶 現在房子蓋一堆了 因為已經好久沒來台中了 就算來台中 也不是從這條交流道下來 好,那你可以去想到的是 除了跟銀行借錢 你如果跟建商買房子的時候 建商會不會幫你牽線 會不會 所以你可以跟我配合的銀行往來啊 或者是 在台灣算是 你可以去找農漁會借錢 只要你是農漁會的 你有那個 他的會員的話 在美國 除了跟銀行之外 你的事實上 還有跟另外一種呢 也可以借錢 像台灣的新銀行房屋 人們借你錢 他們算房仲嘛 對不對 可是在美國呢 他們可以去找誰 在台灣它有點類似房屋仲介的角色 像我們剛剛說 講那個 21 Country 對不起 Countrywide 記起來了 像比如說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叫Countrywide 這家公司 他的業務呢 包含房屋仲介 房屋融資 還有包含 法派屋啊 等等這一類的 他是屬於那種 跟房子有關的 金融集團 你可以去找它借錢 所以呢 你可以找銀行借 你也可以去找房屋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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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呢 為什麼他們找銀行的比重 不像台灣這麼高 為什麼 因為在美國呢 你要跟銀行借錢可以 你要所謂的 資產證明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是什麼 工作證明 那工作證明裡面 就會有所謂的什麼 薪資水準嘛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子 你要有這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呢 他會給你這個 會算出一個平分表 那幹嘛 決定 借款陳述 譬如說 我會決定什麼 我根據你這兩個 這兩個 還有你所提供的一些文件之後 我會去看說 你適合借多少錢 所以如果假設說 今天如果你適合 決定借款陳述之後 他會看 適合 就 就 放款 如果是不適合 他就幹嘛 錢不借你了 你適合他就放款給你 如果你不適合 他就不借你錢了 所以呢 你在美國你要跟銀行借錢 這時候你就要去看喔 不是很容易 不是特別容易 不是特別容易 除非你資金真的夠 假設 我們 好啦 我們就小層層好了 我的層層怎麼寫啊 我看一下 喔 記起來 好 假設我們 小層層 還要加個小字 小層層 假設我的 年收入 只有五十萬美金 年收只有五十萬美金喔 然後我扣掉了生活費等等 我搞不好一年只能十萬美金 你想我買得起 一百萬美金的房子嗎 因為總是一些生活費嘛 而且美國扣稅扣很重耶 對不對 美國扣稅 我們是分級制 美國沒有耶 美國直接四十趴五十趴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我五十萬 我扣掉生活生活 我搞不好一年只能五萬十萬 然後你想想看喔 我五萬十萬的話呢 假設我剩三萬好了 我二十年後 我三萬都拿去還款 我二十年後 是不是只能還六十萬 所以我有沒有機會違約 有沒有 當然有嘛 假設我一年只剩三萬塊 我二十年後 我也知道多少 我只還了六十萬耶 假設我二十年 我總要還八十萬 我是不是有機會違約 對不對 所以銀行一定不會想要借給我 銀行不會借給我 因為銀行這樣 簡單來算你的違約機率很大 我觀念會不會跳槽 所以他大概就不會想要借給我 所以這時候我怎麼辦呢 銀行可能 好 我就是這一個不適合的人 所以他不借給我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我去找他借 我來找他借錢 我來找他借 我來找他借 我來找這個房屋中介 像Countrywide這樣的公司借 那這時候呢 Countrywide就跟我講說 我就跟他講啊 沒辦法 我事實上 我覺得我將來應該可以賺更多錢 可是問題是 因為銀行太保守了 銀行不願意借給我 對 那Countrywide就跟我講說 欸 小陳陳先生 我相信你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我相信說 你看你才三十四歲嘛 你將來一定還有機會成長的啊 搞不好你將來會有機會什麼 年收入搞不好會變成 六十萬啊七十萬啊八十萬啊 要還款絕對不是問題 可是你現在就想買的話呢 所以麻煩你幫我一個忙 我就說 怎麼幫你忙啊 他說 第一個呢 這就是最近 這一兩年來 美國衍生的 有在針對這個部分 有在討論是否要詐欺 因為 他可能就來跟我講什麼 就說 來你先幫我 第一個 強化 新資證明 還有 另外一個是什麼 資產證明 那資產證明當中 如果我手中有房地產 他可能會把我高估 所以他去做這個動作 他要我配合他做這個動作 然後叫我在文件上簽名 所以呢 有些民眾為了要買房子嘛 就說 喔 對我未來確實很有希望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動作 所以現在 有人就在 有一些買房子的人 就告這種人 詐欺 好 那 不管怎麼樣呢 為什麼他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第一個 他希望說 他能夠把錢借給我 當然 他的那個利率呢 像銀行 他要給我5% 要給我5%嘛 你想他會給我5%嗎 他當然不會 他給幾% 他搞不好就給6% 他要賺 所以他搞不好就給我6% 那因為我想買房子嘛 我就覺得 好啦給就給嘛 反正是多1%而已 還好啦 可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利率將來調整 就像說 你今天有沒有發現 物價要漲很容易 要跌很困難 這個也差不多 當然有些利率會隨著市場調整 通常都要跌一段之後才會調整 好啦 比如說他做好了我這筆生意之後呢 做了我這筆生意之後 那你要想想看 他的錢哪裡來 第一個要不然就是市場借錢嘛 對不對 那不然怎樣 他也沒有那麼笨啊 他一定有合作單位啊 就像我剛剛一直在跟你們舉例的 我們台灣的房地產 在賣房子的時候 會不會有合作單位 會不會 比如說 一個集友在賣房子的時候 他一定會跟你講說 我也有跟我配合的銀行 你要不要去找我的銀行借 搞不好利率會比較低喔 對不對 相對的 這個當然也有啊 而且各位不要忘了 這個人是什麼人 他不是自然人 他跟他不一樣 這個叫自然人 這個叫什麼 法人 法人就是指公司的意思 法人指的就是公司的意思 所以法人呢 我一方面我可以幹嘛 發債券 籌資 因為我們之後 第二篇會講到直接金融跟賤賤金融 發債籌資叫直接金融 然後再來呢 我也可以幹嘛 跟其他法人吊錢嗎 所以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要什麼 合作夥伴 所以我就跟銀行講啊 說 我們兩個哥倆好嘛 我們兩個關係很不錯 所以呢 你看 你看 我今天 我得到的小辰辰 你看 我借他借了多少 我借他借了80萬美金耶 咱們兄弟啊 惡意天作物 你一半我一半好不好 所以這個銀行就說 哦 那你覺得小辰辰的財務怎麼樣 那我就跟他講啊 啊 第一個 他就算 啊 普普啦 沒有特別好啦 就是這邊緣啦 對不對 那 反正怕什麼 有我嘛 我在嘛 因為我是誰 我是法人 我又是全美國最大的這種公司 所以有我做擔保嘛 對不對 所以 來跟銀行說 要不要合作一人一半 這銀行就說 好啦 既然有你做擔保 所以 銀行借給他的利率可能只有4.2% 比市場利率高一點點 因為兩個合作夥伴嘛 反正搞的是他在負責嘛 對不對 所以銀行這時候他們兩個就拆借 比如說 40萬的債權 我這個地方呢 我有40萬的債權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拆給他之後呢 這邊有40萬的債權 因為 債權是針對債務人而言 所以呢 這時候發生的第一件事情 這個叫做什麼 我自己本身呢 我看了一些書之後 我喜歡把這個東西形容 這叫做 信 用 加 成 而這就是第一次 的信用加成 開始產生了 為什麼 他沒有那個能力嘛 對不對 借款呢 是沒有那個能力 透過我 幫他加強的這個能力 而他的那個能力是屬於 他沒有那樣的信用能力啊 透過我這個房屋中間 這種Country-wide這樣的公司之後 我是把他信用加成的上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了第一次的信用加成 實際上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喔 很多部...